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76人坐镇主场显身魔术,迎来了季前赛两连胜,此一,恩比德和乐童秀三包的巅峰对决保受关注,果然,三包展现出的天赋丝毫不逊色的恩比德。 全场比赛,恩比德砍下实力,满满的21分7篮板,赛场的统治力依旧不容小觑,不过相较于之前的状态,恩比德的三分球,似乎有些停滞不前,六次三分出手仅仅命中一球,76人当前最需要的就是三分射手,而球队的首发阵容却没有更多帮助。 19次三分出手命中五球有时水准,傅尔茨在奔唱比赛迎来了关键时刻,成功命中了NBA生涯的首季三分球。 如此一来,所有的压力都来到了西蒙斯身上,西蒙斯需要命中一季三分球来挽回生育。 除了76人球人出色的发挥之外,魔术的六号新秀斑巴依旧是个焦点,在选秀大会还未开始之前,斑巴一度被视为降秀的这门人选,民宿加内特更是对其赞不绝口。 不过遗憾的是,斑巴竟然跌落到第六顺位,但是对于魔术而言,能更选中斑巴或许会改变球队的现状。 斑巴对位成名巨星安比德丝毫不落下风,迎着大地强硬得分让人眼前一亮。 而且,斑巴命中了两季三分球,三分手感显得相当柔和,搭有奥尼尔和雷阿伦结合体的意味。 看来,斑巴的天赋似乎会成为恩比德的一生之敌。